好了 后来就是净土的念佛 净土的念佛就亲近过几个高僧大的 主音华士他就叫人家大声念佛 阿玛阿弥陀佛 阿玛阿弥陀佛 念到后来 无难 这个跟着唱功 唱功就念绵绵蜜蜜的 念着秘密的 阿玛 阿玛阿弥陀佛 诶 念到第五个字睡着了 太慢了 太慢了 那么这个 秘密的老基士那边也学了一些佛法 这个似乎也有得力 但是就是一直找不到什么是本来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内心里面就想说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佛法里面一定有一种东西 可以藏佛 单刀直入 一截关 还得本心 本来的东西 这个好像都找不到本来的东西 后来在33岁的那一年 阅读《六足谈经》 因为我的经教上 这已经下了十几年的时间了 一直认为这个天台 华言 净土 律中都有它的优点 这是我最大得力的地方 那就是禅 就是业足 六足谈经 那种单刀直入 那种没有繁琐的一句话 若一成佛 即是离乡 就一句话 如果你要成佛 就一句话 离乡 那种禅中用最少最少的字 然后你就很容易就解决 菩提寄烦恼 烦恼就是寄菩提 然后在大祝福上里面讲 二性空 即是如来本 即是本来面目 二性空 善性 二性空 对立的 对 错 这二性 两个性的 就看这个禅的思想 才这个定 才发现说 人家原来这个祖师大德的 那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 这是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然后就知道原来什么是不生 什么是不灭 什么是恶性空 然后什么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 我就开始对这个金刚经禅的思想 发生了最大的力量 所以后来我发现一句话说 禅就是佛的心 佛的心就是禅 到33岁的时候 真正的体悟到 才知道 哦 原来明心见性这么简单 并不困难 十多年一直在碰撞 一直在找山上 找善知识 在寻求知识 怎么样就找不到东西 好像能够得到东西 好像也不能 比如说我念佛 那么阿弥陀那么阿弥陀 念念念 就被牵走了 念念念念 这个阿弥陀就被牵走了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根气 还是含的力量大 最大的 因为它空一切法 空一切法 所以当我在呕吐的时候 我的本心并没有改变 以前呢 以前在呕吐的时候 我感受不出那个清静的本心 叫做什么 现在知道了 哦 原来不生不灭的本心 这跟呕吐扯不上关系 你吐吐你的 然后也很清楚的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本来的面目 就是这么样子 无所住 无所知之 你怎么吐吐 它还是清清静静的东西 才发现 夜暴 烦恼 当恰 就是菩提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修订 我们会讲的 所以我们这个 当时是菩萨念念念东章 讲完了就讲 普贤亨厌品 这是修养的圣经 不研究过普贤亨厌品的人 今生今生的修养 不会很好的 不会很好的 动不动就跟人家吵架 动不动就讲人家坏话 人家欠告他 他就是 高威 就会这样子 你修看看 普贤亨厌品 那种修养 你惭愧死 你惭愧的 真的 你一天到晚都是在造业的 人家纠正你 你还有问题的 所以说 你到普贤亨厌品 就知道 那种人类的修养 跟菩萨是不能比的 再来我们就要开始讲 金刚经的思想 再来讲 大族和尚 敦路入道要门论 再来就是要讲 六族坦经 再来就尽可能地讲 这个 勇家禅宗 正道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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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节 这个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句话里面 让你得到 真正本来的面目 我以前修过天台 就是怎么样下手 能观所观 那谁来观这个能观呢 我能观境 所观 所观的心 那谁来观这个能呢 我境界是被心所观 那么这个心还不是一样 还是也能所 那么一直推论下去 那一是数目的开始 我的心能观 那么能这个境界所空 那个心呢 那心怎么办呢 另心空 那另心怎么空呢 我这个心观在这个境 这个境可以叫它空 这个能观的心怎么办呢 也叫它空 那么你没有理由叫它空啊 所以啊 要先找到那个什么 就是不来 本来不来 也什么就是不去的东西 你根本就不必设立一个能关系 一个所观境 当体即空的东西 诸法不相道 当体即空 当下就是解脱的东西 哦 你就发现 这个本来的东西 就根本就不格一丝一好 那我们拼命在寻找 追行这个修行 追行到之后 你原来发现 就没有什么可以追行的 所以啊 不脱对峙法 是生死业啊 不脱对峙法 是生死业 你不摆脱这个 怎么样对峙它 那个对峙的东西 就是生死的东西 你才会发现说 这个禅 这个本性的东西 是重要到什么 它能让你一刹那之间 进入这个法身的境界 那么这个不懂也不行 谈到这个定 师父在告诉你 定有七个名表 佛法所谓的解脱 那么就是静止 散乱心品 这个静止啊 静止 使之不心的散乱 心的停止 以达到断或正真 断这个或就是无名 或就是烦恼的别名 正真就是本来的面目 所以定是修道不可 或缺的方法 是三邪就戒定会 六度 布施词戒人路 精进禅禅定 般若的书要 有种种的名项 无人当顾名思义 一意修持也 我们应当顾名思义 按照这个道理来修行 那么 左边这个 有七个 所以三谋士多 三谋士多 叫等隐 等隐 什么叫等隐呢 隐则就是引发 等就是指身心平等 安静的状态来说的 是你的身心平等 安静的状态来说的 这个要有一点功夫 那么就是必须在 悟里面下手才有办法 比如说我以前 听到人家讲我好 我也许会很高兴 那么听到人家 毁谤我 无中生有的伤害我 或者说讲一句话 这种人也会讲这种话 我会很生气地 问候他 问候他 心思问罪 我现在就不一样 我现在 现在就不一样 诸法不相道 张触解脱 你怎么讲都没有关系 问题是我个人 我常常告诉自己 如果我现在 没有一点叮叮 那我你命中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最再大的侮辱啊 你怎么样子 在后面你讲什么 那是你个人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好像一下那之间 就得到了很大 很大的安详 很大的 很大的安详 所以讲一讲起 还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平常的凡夫 是受不了别人 无中生有的诡谤的 无中生有的攻击 他是绝对受不了的 不过一个修行人啊 能够在这个地方 好好下手 好好的观照无声 观照无声 去觉悟那种 不辞着的 清静的本来面目 告诉诸位同学 这才是真的下手的地方 否则的话 你们用情绪化 累积的修行 如是只能 累结不得见性 也没有办法超越 所以我现在发现 一个秘密 那就是无声 是修行的根本 无声 是修行的根本 碰到一切法 本来就无声 碰到一切法 本来就无声 该处理就处理 但是每一件事情处理 都必须以空相应 关空 当处就解脱 当处就解脱 你所到之处 你都是用空罐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延期 它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你硬要按上名词 那你就会烦恼 你就是对立 你就是落入两边的东西 你并不需要 会摧毁之力 有一天你就会 跟师父讲的一样 哦 原来明星见星这么简单 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你就会把它变得很复杂 所以如果你内心里面 内心里面还无法解脱 就是我告诉你 你把复杂的东西单纯化 你把单纯的东西无声化 就两个步骤而已 你说这么多的事情 不要管它 单纯化 往好的一方面去想 把一些复杂的事情 单纯化 把单纯的东西无声化 就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 就会回归到你本来的东西 但是要有环境 要有环境 要有环境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有善知识 然后有一个道场 道场 你去外面 那我就不晓得了 所以需要一个道场 慢慢地引发你那种身心平等 那么因此 你内心里面关照自己 当你这个心 安详的心态失去的时候 你就内心里面告诉自己 这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面目是欢喜无量 慈悲无量 破除一切的执着 那个就是本来的东西 这个本来的东西就是 见性成佛的最大的动力 否则的话 没有办法 三摩地叫做等持 我们中文化叫做三昧 就是平等持心 使心转为一境 为什么叫心转为一境呢 就是身心境界 通通一如 一境就是如 如就是空的意思 不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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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修长的人 要记住慈悲心 他看到无知的众生 他一样灵敏他 灵敏他 当你发现这个本来的面目 你那种喜业 你是无法形容的 不管你看什么电影 跳什么舞 吃什么东西 都不可能得到你那个本心 本来的面目 那种乐 那种欢喜 是无法形容的 无法形容的 再来 三摩波迪 就是等持 所以依诸定力 能持身心安定的境界 等 按照种种的定力 定力就是 有能舍 有能够悟 有无身 尤其是无身的力量 本来无身 本来无一物 何处有尘埃 本来就无身 本来不身 当然就不灭 既然不身不灭 就没有所谓的得失 就空一切法 一切法了不可得 如水中夜 如风中尘 渺茫不可知 所以知道 知幻即离 离即是菩提 知幻即离 这个《圆节经》讲的 知幻即离 你知道这个世间是虚幻的 你就要离开 离开它 知幻即离 离就是菩提 能离就是菩提 既然你知道这个虚幻的世界 你还不灵 那你说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才要修行 知幻即离 离这个就是菩提了 我们就是不肯 不肯了 所以说结婚的人不好修行 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知幻呢 知幻呢 知道这个虚幻的东西 可是老婆睡在旁边 那老婆很漂亮 对不对 睡到半夜就会毛手毛脚的 知道患 知道这个虚幻的 老婆太漂亮了 没办法 控制不住 或是先生长得太好看了 老公 念佛 你说 你有没有念大辈子 有啊 可是大辈子的力量 还不比这个力量大 没办法 拼不贴 这个就是在家 结婚不好修行的原因 它是静一直起来 静一直起来 重复一直起来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修到这个静 静如的话 那能死 不是菩萨 有跟没有 就对它没有关系的 《唯摩皆经》里面讲的 不恶法门 不恶法门 你菩提烦恼 这个圣者也没有 菩提也没有烦恼 佛道善不可得 何况什么烦恼 成佛善不可得 何况什么烦恼 菩提 涅槃等同空心 所以它有老婆 跟没有老婆 都一样的 没有作用的 没有作用的 是吧 它一样结婚 生而易临 可是它是佛 因此不恶法门 不恶法门 就是无身 再来 叫做陀那也那 陀那也那就是静律 我们叫做禅罗 禅就是激静 神律的意思 能够激静 省力 那就是止 停止一些烦恼 有关照 就是会 再来 就是自度非且 阿尽罗度 心一静性 心统一 这个静 也是一如 使心指一个静界的状态 定之自信 定的意思就是 使身心 使这个心定在一个静界 定在一个静界 什么多 就是止 这令心 即止 一处固 这个令心 即止一处固 当你悟到这个自信 清静心的时候 你在念波瑞心经 你那个感触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像我现在在念佛的时候 我现在有 南无阿弥陀 但我用功的时候 我没有妄想 那么我归下的妄想是什么 我念佛的时候 我念佛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在 五印彻底的空 色受想行事 因为你动念就不对的东西 动念就不对的东西 所以你要用什么心来念佛 你一直死 一直死 这个佛号就自然地显现出来 而你就无所执着于五印法 而五印法里面 当地机构 空性里面 去发挥那种佛号出来 那真是 不可思议的安详 那我现在念佛 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跟十年前念佛 那是决然不同 十年前是拼命地一直念佛 一直想要压制那个妄想 那我现在念佛 也不要压制那个妄想 想要让他妄想都很难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悟到这个五印 真的彻底的空性的时候 那你想要动一个念头 去把它打妄想都很难 都会很难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你所有的思想 都是对立的东西 你所有的思想 都是落入之间 你所有的思想 都是我值得产物 你所有的思想 都是你记忆的影像 你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一种东西 是你真正的本来的东西 那么当你得到 你的本来的东西 你就可以舍掉这个五印法 那当然你所拥有的 那就是你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那么以清净心念佛 你想要动一个妄想 去克制这个妄想 也不必 因为本来就没有 也不必克制 也没有能 也没有所 等到空一切法的时候 那个安详显现出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一句话 佛号 就是你的法身前提 通达法界 无外的东西 本来面目 讲了这么多 禅的思想 就是告诉你 这个是世界上最重要 整个佛法的重心点 所以说 所以 所以在这个 六十禅经里面讲 是吧 法伐千计 曹须一计王 法伐经讲了千万句 十相 无相 无不相 法伐经讲了二十八平 多少 送了法伐千部 曹须一计王 曹须是什么 曹须就是六祖的道成 一句 就解决了 法伐经一计 那 送法伐千部 曹须一计王 六祖大师 一计就 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听师父讲 好像很好 也很快 很快 很快 你不误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有人问说 师父 什么叫明心见性 我的东西怎么拿给你 你叫我怎么讲 从何讲起 动念极乖 开口变叛 开口就离了 动念极乖 你叫我怎么讲 那讲也是方便讲 所有为正相应 除了理正到自己本来的面目 要不然你怎么讲也不对 怎么讲也不对 误到本性的人怎么讲怎么对 误到本性的人都是用猜测的 大概这样子 明心见性大概这样子 有一个大概就完了 那个明心见性是决定性的东西 一定都不会含糊的 宪法乐主 四禅 要根本定 四禅 根本定 出禅二禅三禅 四禅 根本定 注意宪前的法乐 宪前的法乐 出禅二禅三禅 他有这个根本定 根本定 就是修食善业 不去造业 然后修你的心 就本定 这四禅就是福祸了 暂时 使你的地流意识 不起现行 按住于现前的法乐 但是不是断 定只能福 没有办法 会才能断 会才能断祸 所以只有打坐的人 不修佛教正规的 这个正当的智慧 正确的会 就是知见的 不正的 那么 那也是一个外道定 邪定 所以定是福贼 那么会是杀贼 只有大智慧的人 其实 我认为这个定会 你又像六祖 他哪里有什么修 修戒 持戒 才能修定 才能修会 这是指 这个顿根的人 持戒 生定 开智慧 你定一定 开智慧 这没有错 这是个过程 那么要先持戒 如果是善根立志的 像六祖那一种的 我们到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么无所住而生其心 在空一切法 那就是本来的戒定会 其实戒定会 怎么可以分开 本来就不可以分开的 本来就不可以分开的 三十六 三十六页 三十六页 会心所 会心所 以所观的境界 简则为信 简则就是 有选择的能力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什么是德 什么是失 所以简则就是 以所观境 简别选择 这个叫做简则 这个简则 就是选择 就简别 选择 得失 邪正 用智慧去判断 比如说你是恶会的话 或者是善会就不一样了 你用恶的智慧 就推求之用猛力 颠倒而简则 就是烦恼心中 心所中的恶见 这个恶见呢 比如说你这个错误的见地 错误的见地 错误的见地 比如说有一个外道的 有一个外道的 这个佛教教人家 要修习五戒吗 修习五戒吗 那么这个外道的字 自己称为是什么 是什么诸佛之佛 这个是最伟大的 佛宗之佛 人家持五戒 真的不喝酒 不喝酒 然后他就是归于他的人 他就说要喝酒 为什么要喝酒 要破相 要破相 叫你破相叫做喝酒 要拼命叫你喝酒 要破相 所以这个就恶见 恶见 烦恼心所中恶见 所以推求之用猛力 强烈 非常的强烈 颠倒而简则 颠倒 明明这是坏的 不正确的 他就说这是究竟的法 还没有到功夫 功夫还没有到家 然后他就会说 这个没差 没差 境界线前 找他歌厅 舞厅 随随便便的乱来 他就说 这个叫做破除执着 恶见 善 推求之用 亲吻 亲吻就是温和的态度 他用这个温和的态度 那善是最温和的了 那么恶是猛力 所以亲吻 其实很温和 正当而选择 就是正见 正会 正见 直见正切 正确的智慧 那么正会 就文会 私会 修会 就三会 文会 听经教 而发起的智慧 比如说 大家 虽然比较辛苦一点 重复的来听经 听经教以后 那你们学习 慢慢的能够放下 对金钱 对感情 对这个世间 也就无所执着 那么也就 也就能够放得下 思 就思维的意理 师父教完了 回去好好的想 想一想 是不是很正确 很有道理 发现它是对的 那么你就坚持下去 就因为思维而得到利益 发的智慧 再来修 因为修定而发的智慧 就是般若 其实这是方便讲 其实般若哪里可以修呢 般若怎么能修呢 般若是无作法的呢 般若是用物的啦 怎么用修的呢 你修是有造作的啦 方便讲文师修啊 方便讲文师修 博乐不能用修的 你博乐越修 你就越离啦 若有人得 博乐即是非博乐 博乐得博乐不说严修 如果真正得到 博乐的思想 他能讲修呢 误到平等的东西 误到超越的思想 不能讲修的 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你用修修什么东西啊 你越修就越离啦 所以这个文师修 那也就方便讲了 真正本来的东西 这不是用修的 那是用物的 物的 好 那么这个 会 体 同用 那么字 跟会 体是同 那么用是不一样的 简则 这个会的简则 是比较宽 你要选择 是善是恶的啦 是邪是正的啦 是得是思的啦 那就比较宽了 那么硬壳后侠 为什么硬壳后侠呢 因为觉悟才有啊 你要悟道才有会啊 能者方有 有能力的人才有大智慧的 没有能力的人 你是不开大智慧的啦 不开大智慧的 那么开大智慧的人 会有本来的面目 那你就知道 这什么叫做大智 什么叫做大悲 什么叫做大悲 所以我以前呢 我以前呢 刚刚出家的时候啊 我就发一个愿 以后跟我剃度出家的徒弟 我没得到够吃太好 后来慢慢慢慢 看到这个大智慧的论啊 看到这个华言啊 嫩眼睛啊 看到这个菩萨的修行 哦 原来不是说 你师父严格 徒弟就要听你的 你要让他心服口服 你必须要用德去感化他 用耐性去感化他 徒弟大声 师父就要小声 慢慢的 然后用德去感化这个徒弟 给他时间 因为他没发个心来出家 不容易 他要转凡成圣 完全需要看师父的 要转凡成圣 那就需要耐性 你就需要慈悲 所以我尽量不责备我的徒弟 我尽量责备我自己 徒弟不好 可能我表现得不好 徒弟不好 干脆我自己去跪乡好了 我干脆自己去跪乡 跪到他 他这个改过为止 徒弟要走 那干脆我去跪也好了 求你不要走好了 去跪 以后走一个把自己跑到佛前去跪好了 我表现得不好 所以徒弟要走 惩罚自己 跪到他回来为止 不过我也会跑去吃饭的 你放心 我发现这个 空性里面 充满着安详 充满着慈悲 耐性 所以说 一个伟大的师父 他不会斤斤计较 跟徒弟斤斤计较 他的缺点的 他会很同情徒弟的 因为他们刚出血 刚出血 很多地方都不能发挥起来 他犯错 师父一定会宽恕他的 但是不能因为宽恕 长远地宽恕他 而让他一直继续犯错下去 不可以的 宽恕是引导 不是纵容 要记住 所以徒弟自己要有惨有愧 徒弟不要 反正我犯错了 师父一定会原谅我了 不见不笑 不见不笑 原谅你 你还自己不觉悟 就不见不笑 无惨无愧 所以说 你有智慧的人处理事情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几年前的 十年前 大概跟我今天的思想 那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以前的个性 看到这不合我的意思 就像对立的东西 现在我以前我在雷音室当主持的时候 我生气起来 不是你走 就是我走 真的哦 我讲了那句话 因为有一次 有一个法师 他说 我们这里没有打坐的椅子 要坐这个残坐的椅子 我说好 那你来负责 结果这个法师 他不负责任 他认为要找到这个木工很难 两个人跟我们两个人 就吵起来了 我说 没有打坐的椅子 也是你讲的 你建议的 那么我现在说 好 那你去找 你找看你适合什么 那我坐住 我来出钱嘛 对不对 没有打坐椅子 就坐嘛 我这个人最尊重人家 他后来他懒惰 自己又说要坐 后来他不坐了 慧玉法师 你找别人 我说你可恶 你真的是可恶 你把这个生团 搞了这个样子 你一下子又嫌这个道场 没有这个残坐的椅子 那你现在又说你好 你要负责任来坐 那我现在委托你 你怕麻烦 又不坐 你像什么东西啊你啊 后来我就跟他讲 好 广化师坐在那边 我就跟他 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老子这个主持不干的 你试试看 真的 我那时候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现在发现很幼稚 很幼稚 最好你不要走 我也不要走 对不对 为佛教 现在就会通融 就耐心 就慈悲 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以后徒弟要走 我跟他跪 拜托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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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跪 跟他跪 我不是怕你走 是可怜你出去 你要流浪街头 就那个 no modo 没有毛的狗 也是没有毛的狗 那是走到这个地方 流浪 跑来跑去的 那个人家要照香肉 还不够资格 这个出租家 你就是跑去外面 是很可怜的 也很悲哀的 很悲哀 因为你不是别的 似乎剔度的 人家看不上眼 也不会疼爱的 讲实在话的 那你也不晓得 哪一个道场适合你 没有出去流浪过的人 一个憧憬 一个妄想 就不晓得 现在 所以 修行到一个程度 你那个悲心 你那个慈悲 那种耐性 是吧 你就有了 现在有徒弟跟我吵架 我会告诉他 没问题 慢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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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不走 不走 明天我买棒棒糖给你吃 你没办法了 现在有耐性 耐性 不简单的 所乐 所乐静 或者一静 二静 或者三静 或者四静 有的是同时存在的 有的是一二三四 所乐静 所喜欢的静界 决定静 你自己认同的 承袭静 过去的习惯性 所观静 就是现在所观照的境界 所以境界分的四个 你所喜欢的境界 你由自见所产生的 接定 你过去的习气的 这个境界 这承袭静 再来就是所观静 你所观照的这个境界 这个通是通 必须透过智慧的 但是 都有跟正跟邪 好 那么 里面翻开 翻开 三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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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 欲新手 三十四页的第三行 有善意跟恶意 有没有 善跟恶 好 第二个 圣洁的新手 看第二行 圣洁的第二行 决定静 正 正说 正法和邪说 正正法和邪说 你看 第一个 欲也正跟恶 善跟恶 第二个 圣洁正跟邪 你看第三个 念 念的话 怎么样 善跟恶 那么第四个 定 第四个定 那就是一定要善 第四个定 没有善的话 没有办法定了 你就是四禅 八定 那也是善的了 但是不是究竟的 就是了 这个定 你非这善不行了 那再来 三十六页 慧心所 慧心所 你看第三行 慧 你看 有恶慧 有善慧 那么所以说 为什么别境呢 因为 他这个有时候是在善的时候升起 有时候是在恶的时候升起的 可是你作义的话 你善也要作义吗 恶也要作义吗 比如说 偏行 偏行 所以偏行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作义 那你恶也要作义 你善也要作义 要不然你怎么认识他 所以那么这个 这个圣节就不一样了 有时候是对正法的圣节 有时候是对恶法的圣节 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别境 你们会分吧 就是这个意思 善十一心所表 就是我们的心 善的一方面 只有十一个 所以我们修行难 就是因为善心所 少 恶的心所太多 恶的心所 赚的比例多 善只有十一个 哪十一种心是善的 第一个 信心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了 你什么都是要信心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研究佛法 你有信心吗 你怎么能相信极乐世界 有信心 你想称佛有信心 那你为什么进入讲堂 有信心 这个信啊 是就像我们建筑的什么 基础 建这个大楼的基础 那就是信 没有信 那些什么都不要谈 什么都不要谈 对自己没有信心 那你所做也不成 说以时得能 生人乐意 心静为信 对之不信 乐善为业 这个信 是一个很好的 善的 这个心所 看到任何事情 有信心 所以这个歌唱里面 常常唱说 我不能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信心 是很重要的生命的主导 以时得能 是时 后面会谈到 得 跟能 分三个角度 生人乐意 生人乐意 心静为信 这个等一下再来解释好了 这信实的能 为信的 依靠的地方 人乐意 为信的因果 流出显示 信心的形象 我们先看三十七页 三十七页 这个识 就是 就四项来讲 意思就是有违法 他相信 这个有违法 是缘起生灭法 是缘生延灭法 他相信的 于中生人 佛教讲的这个人 不是 不是人 还是人 这个人 就是 应可 印证 深深的印证 说 深深的相信 这个人 不是忍耐 而是 深信 不移 人 可以说是 不动的意思 深信 而不会动摇 是有违法 直到有违法 都是 原生 原灭的 因缘生 因缘灭的 事项 那么 无违法 就是我们 无所造作的 本体 那么无所造作的 本体 不离 有违法 有违法 当体即空 那么 就是无违法 所以 这个词 就是你对 有违的事项 无违的离体 实实在在地 去透视它 而你 产生了 巨大的信心 那么 你就想要去了解它 德 是德性的意思 是我们所谓的 慈悲喜舍 那么在三宝里面 都可以找到 这个德 什么是德呢 佛的德 佛的德 我们今天 没有秉承着佛的德 那今天 世界都是黑暗的 因为有佛的慈悲 德性 才有办法 来 延续 这个大智慧的东西 否则的话 我们呢 一样生活在 无明当中 法的德呢 因为 佛所宣扬的 大小圣 这个法 就是智慧的依规 所以 这个法 就是一种德 这个作为德 就是能够利益众生 普愣众生 这个叫做德 所以说这个人 很有德性 就是说这个人 很慈悲 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叫做德 所以 以德福人者 非常的长远 以暴制人 以用残暴的手段 压制别人 这乱 以德福人者远 以暴制人者 乱 就是用德 来感化别人 那么他是会 很深很远的 那么如果呢 用暴 来制 制这个别人呢 那就会乱掉 有一天 大概控制不住的 所以 做法师的人 做师父的人 这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德 从哪里休息 从忍辱下手 要有德高望重 那么他的 他的忍辱一定要比别人深 从忍辱 从这个 修养 宽恕下手 包容 这个就是德 那么法呢 是一种智慧的德 以世间的德不一样的 有般若的德 法身德 是吧 就是法身啊 般若啊 还有实相啊 等等 是吧 再来就是身 那么身是代表 佛跟法吗 佛已经如涅槃了 法放在这个经架上 你也看不懂啊 那么需要靠身 这个身 是出家众的慈悲 所以佛法身 这个三宝 清净之德 于宗身 要 也可以念要 而身乐 要就是用信 深信不疑 要信奉三宝的人 要皈依三宝的人 还不是容易的 所以我们六夜三十啊 下午三点 又要办这个皈依了 这个皈依 好像怎么办 也办不完 一办完皈依 第二天就有人问了 师父我要皈依 你什么时候办皈依 昨天在办皈依 怎么今天要再问呢 好像有办不完的皈依 有好多好多 现在的佛教徒 好像很多 有办不完的皈依 能 是有能 是有能力 对世间法 出世间法的善法 与中深欲 就信能成就 而且希望 也就是相信 这个行善 可以得到善报 还有行这个 净善 就是不执着的 这个出世间的善 可以成佛 所以说 一时 得 能 起这个人 人就是对这个 使 有无违法的事理 以来讲的 得 那么就是对佛法师来讲的 能 就是对这个 是出世法来讲的 那么人 就是对实来讲的 乐 就是对得来讲的 欲 就是对能来讲的 所以这个要搭配得很好 就是这样 以实得能 其 人 乐 欲 就是上面三个 配合底下这三个字 的信心 其自信清静 又能澄清 其他的相应心品 这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深具信心 那一切就具足 你说 对佛法三宝有信心 好 人家 毁谤师父 或者准备伤害佛教 你会受到动摇吗 我深信不疑 你能怎样 所以这个坚持 到底的信心手 是成佛之根本 所以这个大字都论里面讲 怎么样 能够产生莫大的信心 也就不关善知识是过失 能其大信心 因为善知识能说法 他能说法 在这个经典里面有比 譬如说 饿的这个囊 譬如说这个布很烂 可是里面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譬如说这个善知识 它本身的行为不太好 可是它里面拥有很大的 这个大智慧的佛法 所以虽然它的行为不太好 但是我们要的是它的法 那里面这个井壤当中 也可以取得了这个金银财宝 意思就是说 真正修行人 不能关善知识的过恶 善知识的一点点小过失 我们不应该关 我们也关它的什么 实德能 但是大智慧 我们是清净善知识的法 而不是要每天看善知识的恶 那你看善知识的恶 你的心情就起不起不来 所以要对善知识的恶 就是小小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应当放下 不要去计较它 我们要专看善知识的这个法 宝贵的法 所以在大智慧的中有这样 譬如坏的这个香壤 这个是坏的布袋 虽然外表不好 里面装的是金银财宝 你不能因为说 我那个布袋外面很坏 就不取里面的财宝 譬如说黑暗中的火炬 比如说黑暗中的火炬 拿着火把 后面跟着很多人 比如说善知识就像个火把 不能因为那个拿火把的人品性很坏 你就不要跟他走 比如说大家都去 去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去这个跋山涉水 你今天你去露营 露营的时候又没有夜亮的晚上 那么这就是迷失路了 那么有一个人拿一个火把 那个火把他跟着我走 那你不能说 你的贫心那么坏 拿着火把我才不跟你走 你不跟你走 你走哪里啊 你掉进火坑里面啊 他贫心不好 没有错 他能拿火把 你就要跟着他走 以法为主吗 以法为主吗 所以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产生大的信心 以善知识前 不观过恶 但观其善 极善知识的地方 只观他的好的一方面 法的尊贵 永远不堪善知识的过失 这样可以生清净信心 所以能够澄清其他的相应心品 其他的相应心品 所以这心静为信 刚刚我讲的比语 是出自大制度论 出自大制度论 所以信为道远功德母 善能掌养诸善根 信 你对这个三宝有信的 那是一切道 在功德母 那么能够掌养诸善根 这个掌养诸善根 有两大力量 第一个是善知识 第二个 要环境 因为既然你想掌养诸善根 你自己就有信心了 你有信心 怎么样能够让你信心呢 有好的环境 有好的师父 那这个信心就会坚固不坏 佛法如大海 为信能入 为智能度 佛法就像大海一样 那大海 这表示里面有很多的宝